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說是為小寶答應去五台山探訪老皇帝的消息 康熙說 我們大清的規矩 太監是不能夠出京的 除非跟我去 幸好你本來不是太監 小桂子 你以後不做太監了 還是做示威吧 不過皇宮和朝廷的人都已經認識你 忽然不做太監 大家會很奇怪 嗯 好 我可以對大家說 說你是捉拿奧拜 就奉我之命假扮太監 現在奧拜已經剷除了 當然不能夠一美假扮太監 小桂子 你將來讀多些書 我封你做個大官 好啊 嗯 不過呢 我一見到書就頭尺了 不如這樣 我讀少些書 你封我的官 小一點就行了 康熙坐在桌上 寫信給父皇 就品明自己不孝 直到現在才知道父皇尚在人世 我心極之歡喜 職人呢 就要上山 公營聖駕回宮 剛剛寫了幾行 一想 這封信如果落入別人的手 就很不妥當 小桂子如果被人逐了或者殺死 這封信就被人搜了 他立刻燒了那張信 再寫過一章 斥令御前市衛副總管 陰刺村王馬垮 韋小寶前赴五台山一大公幹 各省民武官員授命調遣 因此寫了軟 給了御寶 即是皇帝印 交給韋小寶 我封了你的官 你看看是甚麼 韋小寶六大雙眼 即是懂得自己的名字 和五、一、文三個字 總共六個字 而韋字和寶字 也和小字上下相連字認得 分開就不懂了 他領領頭說 不懂得是甚麼官 不然是皇上封鎮 也怕不是世官吧 看他笑著 將那套斥令讀了一次 韋小寶伸一伸來 哇 是御前市衛副總管 厲害了 還想穿皇馬垮 多龍雖然是總管 不過沒有皇馬垮長 你這次的事 如果能做得妥當 回公之後再升你官 不過你年紀太小 官做大那頭 不像樣 我們慢慢來 官大官小 我都不在乎 只要時事能和你見面就好了 康熙的心情又悲又喜 他說 你這次去一切都要小心 做事務必要萬分機密 這套斥令如果不是萬不得已 就不要拿出來給人看 你去吧 衛小寶和康熙叩頭告別 回到自己家屋 輕輕開門進去 這個時候 天已經出現如土白了 方兒沒有睡著 見到他回來很歡喜 他說 你回來了 衛小寶說 萬事大吉了 我們現在就離開皇宮 穆劍平醒了 他說 師姐好擔心 怕你有危險 衛小寶笑著問他 那你呢 我當然擔心了 你沒事吧 沒事 當然沒事 這個時候 只聽見鐘聲響了 宮門打開 文武百官就快陸陸陸入宮後朝 衛小寶點著蠟燭 看看兩個人的裝束有沒有破綻 他說 裝束又沒問題了 不過你兩個人長得這麼漂亮 那麼 你把泥沙呼籲塵落到面書 穆劍平有點不想 但是見到方兒用手在地上 塞了泥塵抹到面書 他也照做了 衛小寶把太后床底偷回來那三部經書 包了一個包縫 抹出那支銀差遞給方兒 他說 是不是這支銀差啊 方兒的臉一紅 慢慢伸頭摺了去 他說 你沒有這麼大的危險 原來 原來是給我拿回那支銀差啊 我心一酸 眼框都紅了 就轉轉頭了 衛小寶笑著說 也沒有什麼危險 我心想 這些叫做好心有好報了 不去拿這支銀差 就撈不到皇馬扒掌 好了 衛小寶帶著他兩個人 從後門神武門出了皇宮 當時天還沒光光 守門的侍衛見到貴公公帶著兩名小太監出宮 除了托大腳之外 還有誰來問多一句 方兒出了皇宮 走了十幾丈之後 來轉頭看看皇宮 真是百感交集 極情好像格勢為人 衛小寶在街邊請了三頂轎 吩咐抬去西長安街 下轎之後 又再請了三頂 去到天地會落腳的地方 兩條胡同在外面下轎 他說 你們穆皇府的朋友 昨天都出城了 我要和朋友商量一下 看看送你們去哪兒 方兒問他說 那你 你又要去哪兒 我不敢再留在北京城了 去得越遠越好 等到太后死了 沒事了 我才敢回來 我們在河北石家莊有個好朋友 你 你如果不嫌棄 就 一起去暫時避開一下好不好 穆劍平說 好啊 你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大家都有自己人 三個人一起都熱鬧些 兩個人望著韋小寶都盼望他去 穆劍平顯得天真熱切 方兒就有點怕怕醜醜 韋小寶如果不是有要務在身 跟這兩個超家人搭半同行 本來快活逍遙到極 但現在就不得不設法推託了 他說 我還答應了朋友去做一件緊要的事 現在不能我和你們去石家莊了 你們身上有傷 兩個姑娘在路上不方便 我要拜託一兩個可靠的朋友 互送你們去 我們先休息一休 吃飽和慢慢再商量 走不久 就到天地會的住地 在外面守衛的弟兄見到他 連忙帶他們進去 高燕超出來迎接 見他帶了兩名小太監 很奇怪 韋小寶的耳製便細細聲說 是穆家小公爺的妹妹 還有一個是他師姐 我在宮裡救出來的 高燕超請兩個女孩在大廳坐 放了茶之後 把韋小寶拉在一邊說 總陀主昨晚離開了北京 韋小寶歡理到什麼 他一來實在怕師傅查問自己武功的練成怎樣 二來又不知道應不應該把康熙叫他做的事告訴他 現在聽師傅已經離開北京 我心當堂好像放了一塊大石一樣 他就說 哎呀 怎麼師傅這麼快就走呢 高燕超說 總陀主吩咐宿下轉告為鄉主 他老人家突然接到台灣來的急報 非趕回去處理不可 總陀主要韋小寶一切小心 上機行事 皇宮裡如果不能再住下去了 就離開北京暫時避開一下 又說韋小寶要勤練武功 韋小寶身上的傷毒不知好完美 如果身子不妥 就沒有必要急急報給總陀主知道 是 師傅掛著我的傷勢和武功 真的令人感激了 是台灣出了什麼事 聽說是鄭氏武子不和 殺了大神 好像發生了內變 不過總陀主威望極高 有什麼變亂 他老人家到必定能平息 偉鄉主你不用擔心 李大哥、關夫子、范大哥、豐大哥 和袁貞道長都跟著總陀主去了台灣 徐三哥和屬下留在北京 聽後偉鄉主猜遣 韋小寶掌握頭 他說 你叫人去請徐三哥來 他心想 抹臂沿後徐天村武功又高 人又機警 而且是老人家 護送兩個女生去石家莊就最好了 他交代完回來大廳 和方、穆兩個人一起吃麵 穆劍平吃了細半碗麵 忍不住問他 你真是不能和我們去石家莊 韋小寶望下方兒 見他停了筷子 定眼望著自己 眼光充滿了恩賜之情 不禁心口一熱 就想他們兩個女生跟著自己去五台山 但他立刻又想 我要和皇上辦大事 要帶這兩個受傷 我姑娘去外手外腳 惹人注意 千萬不要兒子 於是他嘆了一口氣 我做完事之後 就去石家莊探問你們 你們朋友住在哪裏 叫做什麼名字 方而慢慢倒下頭 用筷子夾了一條臉 之後不吃 細細聲說 各位朋友石家莊西市開了一間雷馬行 它叫做快馬送三 快馬送三 行了 我一定來探望你們 我又怎能不來呢 我不捨得這對閉月收花的大老婆和小老婆 木建平笑著說 乖了不夠一陣又是口花花了 方而很正經地說 你如果真是當我們是好朋友 我們 我們 我們日日都盼望你來 你如果是全心輕薄 不尊重人 那 那就不用來了 衛小寶撞了個板 覺得沒什麼人 就說 那好吧 你不喜歡說笑 我以後不說就是了 方而有些抱歉 就好聲好氣說 就算是說笑 也有個分寸 要看一下時候 看一下地方 你 你生氣嗎 米小寶又高興了 他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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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氣 只要你不生氣就行了 方而笑了笑 對你 誰都不會真的生氣的 方而這樣掩然一笑 真是超厲到極 衛小寶當堂 周身溫暖 忽然間 聽見天井那裡有腳步聲 跟著一個老伯走進來 是徐天村到了 他走到衛小寶面前 公身行禮 滿面笑容 公公敬敬地說 你好嘛 徐天村為人謹慎 見到外人在座 就不稱呼為鄉主了 衛小寶抱權還了禮 他說 徐三哥 我和你印見兩位朋友 你兩位都是鐵背蒼龍柳大爺的高中 這位是方姑娘 這位是穆姑娘 是穆皇府的小分主 又和方穆兩位說 這位是徐大哥 和柳大爺你們小公爺都認識的 本來他們有一些小小的過節 不過現在都沒事了 等三個人見過你之後 他又說 徐三哥 我想拜託你一件事 徐天村聽見這兩個女 扮男裝的小太監 竟然是穆皇府的重要人物 他想著穆劍星他們都已經知道衛小寶的來歷了 那兩位姑娘當然早就知道了 他說 惟鄉主有什麼猜險 屬下一定奉命 怎麼知道方兒和穆劍平完全不知道衛小寶的身份 聽徐天村叫做惟鄉主都十分奇怪 衛小寶笑了笑話 兩位姑娘和吳立真吳大爺、劉威周、劉大哥他們一樣 都是失陷在皇宮裏面 現在才出來 穆小公爺和劉威周師兄他們都已經離去了北京了 是嗎 徐天村說 穆皇府各位英雄 昨天都已經平安離開北京了 穆小公爺還托我打聽小郡主的下落 我請他放心 我們天地會擔保必定找到小郡主的 穆劍平說 劉思哥是不是和我哥哥在一起 他這個說話是代方兒問的 徐天村說 在下送他們分批出城 劉師兄是和劉大爺在一起去南邊的 方兒臉一紅 倒下頭不出聲 劉思哥的心想 你聽見今上人平安脫險 一定是心翻怒放的了 誰知道這次就猜錯了 方兒的心想的是 我答應過他 他如果救了劉思哥的命 我就要嫁他做老婆 但是他是個太監 那又怎能嫁得呢 他年紀輕輕、鬼馬多端 為何又變成了韋鄉主呢 韋少布說 這兩位姑娘 拼命和清宮侍衛打 身上受了傷 現在要去石家莊 一個朋友家裡養傷 我想請徐三哥護送他們去 徐天村很歡喜地說 你當孝奴 你當孝奴 韋鄉主派了一件好差事給我 宿下對不起木王府的朋友 反而成蒙木小公爺搭狗 我心真是又感激又慚愧 現在能夠陪伴兩位姑娘平安到達 也可以稍為保佈於萬一 木劍平看了徐天村一眼 見他身材瘦弱 駝背彎腰是他隨時隨地 都能夠一命烏夫的老坑 還說什麼護送自己和師姐 對呀 就說一路還要照料他 何況韋小公不許早就很失望了 所以整面都很不高興的表情 方兒說 要勞煩徐大爺實在不敢當 才是要麻煩你和我們請一輛大車 我們自己去就可以了 我們的商業沒什麼重要的 不用費心了 徐天村笑著說 放姑娘不用下期 為鄉主既然有命令 我怎麼都要奉陪到底 兩位姑娘武藝高超 本來不用我這個白衣公去討人嫌 護送兩個字 我實在沒有這個本事 但是走走滴滴 是由兩位姑娘住客棧 打尖叫車買東西 那是我的拿手好喜 面致兩位姑娘一直要對付雷夫 車夫 店小姨這些人這麼廢事 方兒見到難以推託 他就說 徐大爺這番誠意 不知怎樣報答才是 哈哈哈哈 報什麼答 不怕跟兩位姑娘說 我對我們這位偉鄉主 真是佩服得他百得了 別看他年紀輕輕 實在是神通廣大 他救了我條命 昨天又和我的老坑出了口氣 我心就正在想 怎麼都想法子幫他做幾件事 才行 啊 隨著他今天就交了一件差事給我 兩位姑娘就算不准我陪啊 我亦只有厚著面皮 一路上做個先行官 逢山開路 雨水搭橋 是由兩位平安到達石家莊 別說在北京去石家莊是幾日路程 啊 偉鄉主如果吩咐我跟不住兩位去雲南 啊 這樣就說去就去送到為止啊 穆劍平 見他的樣子 嘗嘗嘗嘗嘗嘗 那他說話上來就很風趣 就問他 他昨天跟你出了什麼戲啊 昨天他 他不是在皇宮裡面嗎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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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多 盧一峰這個人上次被我打過 學聰了 就不敢一個人出街 我們要報仇就不是那麼容易 誰知道昨天我在西城中得糖藥材譜 見到一個做鐵打醫生的朋友說起 平西黃的狗鬥派人抬著狗官 到處找鐵打醫生 不過事情也奇怪 鐵打醫生找完一個又一個 總共找了二三十人 又不讓他醫 只是跟他們說 這個狗官叫做盧一峰 真是糊塗混帳 平西黃的臭小子 親自用鐵打斷他一對狗狗 要通七日七夜 不准他醫 方兒和穆劍平都十分奇怪 文衛少寶說 為何會這樣 衛少寶說 這個狗官得罪了徐三哥 當然要他受多些苦 穆劍平說 平西黃的狗鬥裡的人 又為何將他抬來抬去 讓人知道 衛少寶說 吳英雄那個臭小子 要人傳話給我聽 我叫他打斷這個狗官雙腳 他已經做妥了 這樣 他為何又要聽你說話呢 我亂說 通黑給他 他就相信了 徐天川說 我本來想把他殺了 但想著這個狗官被抬著 遊街示眾 斷了兩隻腳又不准 如果殺了他 反而便宜他 便走我親眼見到他 一條狗命 十成已經去了九成 捲這條虎 打了兩隻斷腳 腫得好像水桶一樣 痛到他一尾啞啞啞聲 兩位姑娘 你說我這個老坑的心 多痛快 哈哈哈哈 這時高彥超已經叫了三輛大車 在門口等著 他亦是天地會裡面的得力人物 因為大家做的都是殺頭犯禁的事 根據會裡頭的規矩 如果不是必要 就越少露面越好 所以亦沒有和方木兩個人引見 因為魏小寶已經有了五部四十二章經 雖然這些書有什麼用 他一點都不知道 但見到這麼多人拼命去偷去搶 一定大有緣故 他又不想帶上摁台山 他靜靜和高彥超說 高大哥 我在宮裡頭有個很好的兄弟 被清宮侍衛殺了 我帶了他的骨灰出來 要好好安葬他 麻煩你立刻派人去買一棵好棺材回來 高彥超應了就去了 他心想 為鄉主的好朋友被清廷殺了 那必定是個反清義士 就親自選了一棵上等的柳州棺材 他知道那位衛向主是很闊老的 於是將他給他的三百兩銀 使得只剩下三十幾兩 除了棺材之外 其他是獸衣 骨灰硬 石灰 棉子 郵寶 靈牌 靈藩 衣紙等等 一應俱全 全部是最好的 有幫方木兩個女生 買了改換男裝的衣衣鞋帽 路途上爽的乾糧點心 還叫了一名誤狀 一名游七老 等到各樣東西都辦齊了 為小寶和兩個女生 都已經睡了兩個時辰了 為小寶換了老百姓裝束 他心想 我奉紙去五台山公趕 就有得我忙 哪裏還有什麼時候練武功 師父這部武功秘訣千萬不要被人偷了 就將五部經書和師父給的武功秘訣 用油布一層油一層包得密密實實 又去造訓捧了一堆老灰放在骨灰硬裡面 又喝點清水抹雙眼和臉薯 整成悲悲哀哀的 雙手捧著油布包和骨灰硬走到後廳 把油布包和骨灰硬放入棺材 跪下放聲痛哭 徐天村、高燕超和方議、穆建平都在大廳等候他 見到他跪下痛哭 哪會疑心 要是看他好朋友的骨灰都跪下行禮 魏小寶見過死者家屬向吊祭者還禮的情形 就趕快去到棺材旁邊 跪下向四個人口頭還禮 看著誤作放好棉子、石灰等等 就釘上棺材蓋油漆就開始油漆了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 嘵 嘵 放鬆 在 ź